前阵子的周杰伦为TFBOYS创作的新歌《剩下的剩下》一发布就在网上火了起来 这我们才知道原来TFBOYS本身也是周董的铁粉 近日TFBOYS接受了我们的独家专访 言语间也是三句不离周杰伦 Hello 娱乐新听力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是TFBOYS 剩下的剩下 一来到我们的耳边 那股子浓郁的周董味就仍仿佛穿越回到十年前 不只是TFBOYS和周董的粉丝们都对新歌爱不释手 就连三个小男孩自己也仿佛着了这首歌的魔 其实周杰伦本就是TFBOYS的偶像 回忆起在舞蹈排练室见到周董 汪俊凯讲着讲着就又把自己给说兴奋了 当天其实没有跟我们说过 今天要来探班吧 周董 对 然后我们在里面待了好久 然后都没有人一叫我们来跳 我就觉得为什么就是来了这个地方又不来跳 汪俊凯然后16下 独高一 结果突然就说 哇塞 就很强的气场 突然一下全场就安静了 然后就看见了 我在他背后看了 因为他背影就感觉很有气场的感觉 也不敢就是跟他讲话一些 紧张 是见到偶像第一眼最大的感觉 于是三个人全程都保持 不敢多说一句话的放空状态 当时我见到他的时候 我心里想的就是 板笔脚下来了 就是我选周杰伦 就想到这个词 跳起舞来 动作也是略显僵硬 而当了爸爸的周董 见到三个十五六岁的小男孩 瞬间就有点富爱泛滥了 心童的连龄吐槽 工作人员给TFBOYS安排了太多工作 亲自买了奶茶 喂老三个小伙子 还努力搞笑来化解TFBOYS的紧张情绪 他其实看似就是一个比较冷的人 但其实他私底下就比较一个好笑的一个人 我现在总带去试灵夜市玩的 哎 不错哦 夜市逛街 然后吃喝喝的嘛 对啊 还有些我的超买店 可以去逛 随便拿 还有 餐厅随便吃啊 这么一来爱本就是真爱粉的三小志 对周董更加是爱爱爱不玩了 娱乐新天地 重庆图家采访报道 这凑在一块哪只半壁江山 简直就是娱乐圈的一整片江湖